大家好 這段視頻是要跟大家解說這個 Notepad++的這套 免費的文字編輯軟體 就是分享一些我的那個 一些使用心得 就是一些 這個這套軟體的使用心得 下載的話這邊我就是點這個官網 然後到這邊有一個download 或者是點它這個news這邊 這兩個都可以 然後這邊點擊這個download就可以了 或者是點這個installer版 都可以 就是點擊之後 然後它就會下載 然後等它下載 這個我先關掉 然後就是個人 習慣像這種安裝 都是用以系統管理員身份執行 比較不會有那個UAC權限的 那個會爆那個問題 然後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就這樣 好 安裝的部分就結束到這裡 下載安裝 然後再來就是 取消這個超連結的解析 因為它這個 我這個拉過來 因為它這個 預設是這樣 有一個 它會自動解析這個超連結 但是你在編輯的時候 有沒有 你可能會不小心去點到 你點到的話 瀏覽器就會開了 就會開啟那個超連結 這樣十分麻煩了 所以我們就要 參考這個圖 我們就要把它取消 其他 因為 可能過個一年 或兩三年後 它這個介面會不一樣 所以你只要找到這個其他 它都放在其他裡面 那以前那個其他 它是用那個標籤的方式 是放在 是用這樣點 現在是用成那個 像這樣用成藍的 航的 你只要找到其他就可以 然後這邊有個啟動 關掉 這個GoGo取消 它這個自動更新 我是覺得沒必要 去給它取消 因為你如果使用 NotePad還正常的話 你就自己半年或一年 那個連到官網去 手動更新就可以了 因為要不然你這個 每次啟動 它都會去連線檢查一次 就 就不太好 所以我是習慣把這個 自動更新也取消 然後關閉 再重新開啟 這樣子 然後就不會有那個 連結的部分 就不會有 超連結 這樣你 這樣是 點的時候 才不會去 開啟那個連結 再來就是 ABC 兵制跟自動 斷行的 按鈕 這個 預設是 預設是這個 有開啟 它這樣子 你看起來會 紅紅的一片 很花 我那時候在找 奇怪 要怎麼取消這個功能 找萬天 原來是 這邊 這邊有個按鈕 就把它取消 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譬如你編輯這個程式 很長 那時候你可以 點這個 會 換行 譬如它會 自動斷行 它會35行 它會把它變成 123 3行 這樣 但是 我這邊有寫 但是你要注意 那個 那個空白跟 換行 因為你這邊 譬如你這邊多一個空白 我這邊打個 打個比方 你在編寫程式 譬如你這邊 多一個空白 或是一個換行 點一下 會分辨不出來 所以這個是 你 所以你這個要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你在編寫程式的時候 就是檢查一下 你這一行沒有錯 你確定空白跟換行沒有錯 那時候你才可以點一下 點成這樣子 比較好 就是 所有的程式都在同一個頁面上 你還 就是稍微檢查一下 才可以點這個 然後編寫完這一段 然後就是 拉過來檢查一下 然後再拉回來 那個空白跟換行 的部分沒有錯 才可以點這個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用這個功能的話 就是要注意空白跟 換行的部分 好 再來就是放大縮小編輯區 這個就是 我這邊有圖 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 Ctrl 加負 或者是 它預設我忘記 好像蠻大的 就是你安裝完蠻大 你可以稍微 按一下 縮小一下 就是 因為有的人 是用更高的解析度 19 那個 20 X1080 吧 因為我這個是 舊的螢幕 所以 就是 沒辦法到那麼高的解析度 所以它 預設是蠻大的字 你可以自己 看你的那個螢幕解析度做 Ctrl 加 那個 這個 加 按住 Ctrl 加 自己依你的螢幕解析度做 那個 編輯區的調整 Ctrl 加 加這個 按住 再按 加 這樣子 還有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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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浏览提 也是oro 大部分的编 編輯軟體都適用 就是 以你的螢幕解析度做一下調整 卡 我要 這 我個人 是用 會 可以選定到 工作 jung 就是 這個 就是 你 覺得 我覺得這套還不錯就可以拿來當那個那個那個標籤就是行事例 譬如你今天要做什麼或是要做什麼依那個行這樣子列表出來 就是當一個記事本這樣來用的話你就可以這邊給他選定一下 將此程式選定到工序列 如果你要放到桌面的話就是這邊 那個NotePad++這裡 傳送到桌面當解禁 就會這邊 好 再來就是編碼切換 這個就是你下載一些大陸的遊戲影片或軟體 他們會有一個那個TST的說明文件 但是很多都沒有做那個unicle就是那個萬國碼的 就是沒有轉成那個萬國碼 那麼你用那個記事本一開啊 像這個 它就是亂碼 啊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來給他切換一下 用那個NotePad++把它切成那個GB2312就OK 還有就是射手網 這個我想大家都這個網站很有名 就是字幕啊 像一些電影啊 還有日本動畫的一些字幕 然後你去下載他的那個srt或ass字幕檔 有的沒有unicle萬國碼的話 你也可以自己轉 現在他們都知道這一點啦 像射手網的部分 大部分的 就是那個 我有去下載那個一些測試一下 開啟測試之後 他們都有做那個 萬國碼 就是這個unicle畫 就是你開起來都不會亂碼 只是少部分 才會 就是沒有做這個的話 你再自己轉 啊但是因為大陸的那個windows介面啊 是用那個 那個GB2312 所以他們的 文件說明檔是沒有做 unicle萬國碼畫 那你可能就要 那個自己轉一下 好 譬如我這個開起來有沒有 我們就要開起來 啊像他現在這個已經 那個自動了 就是會解析那個 你用哪一個 像假設你開起來 像這樣亂碼 啊我們這裡就點一個 那個編碼 制服級 中文 GB2312 就可以看 就可以 好 就是這個都是簡體的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要把它 轉成那個 unicle unicle 的萬國碼 你可以轉 假設是字幕的話 就是可以用這個 那個 UCS2 這個就是萬國碼 這個它有分 那個 就是 大位在前 或者是小位在前 的意思 這都可以啊 然後這個就是 UTF8 這個就是網頁程式在用的 就是你邊寫 那個 我這邊有寫 你邊寫一些 htm php 或 css js的話 都要把 代碼轉成這個 那個 UTF8 沒有那個 bom 標籤 然後 假設這個是字幕 或者是tst的說明檔的話 我就把它轉成這個 看一下右下這邊 這邊就是小位在前 好 大概就 編碼的部分 就 轉碼的部分 就解除到這 然後再來就是你邊寫 像這個 程式啊 它這一套還不錯 就是 我這邊隨便舉個例啊 你這邊有 你邊寫難免都會有一些空白啊 在那邊佔位元 它這個注意 它這個 你這個空白它會佔那個位元嗎 你儲存它會去佔那個位元 但是它這一套 就是 它可以 它這邊有一個去 去那個 行尾空白 你就點一下它 它就會把尾部的空白去掉 像是一個 對一個程式的優惑啊 你載入程式 才不會去載入到那些空白 然後 像剛才的空白已經不見了 這是你在編寫程 如果你用這套來編寫一些 那個程式的話 可以就是編寫完之後 你可以去掉 你可以點這邊 去行尾空白 把一些尾部的空白 通通去掉 就是這個 HTML CSS JS 或者是 那個 西加加的那些程式 PHP的 都可以用這套來把它 去掉尾部 空白 才會去載入 就是一些程式的優化的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檔案格式的轉換 就是你 就是 就是 有的 有的人是用那個 那個 UNIS的那個 我這邊有個範例 UNIS的那個格式啊 UNIS的編寫 它 跟那個Windows的格式會有一個 一個 一個 就是換行的差別 那個 Windows是 必須要那個 換行的 致遠 它才會判斷到 那個致遠 它才會換行 按UNIS是不用 那一個 有一個換行的致遠 所以我們用 所以我們用 所以我們用像這個 用記事本一開 它會 智慧全部黏在一起啊 然後我們就要用這套 啊 但是這套 它會自動判斷 這個 Nodepay加加 它會自動判斷 所以就是不會 就是很整齊 不會有那個 全部黏在一起 但是我們這邊要給它轉換一下 我這裡有圖 有教學 就是編輯 檔案格式轉換 看一下這邊 這邊是那個 UNIS的那個格式 我們就給它轉換到 Windows格式 確定 存檔 然後你再開啟它 像這樣 這樣就不會亂碼 不是亂碼 就是全部黏在一起 很方便 就是這個格式的轉換部分 如果你開起來 全部都黏在一起的話 可以用這個 Nodepay加加 把它轉換成那個 Windows格式 這樣你用那個 記事本開 才不會全部黏在一起 好 再來就是 搜索的部分 就是 那個 Nodepay加加這個 有一個很棒的功能 就是可以搜索 這個 你當前目錄下的某 這些文字檔 你要查找某一段的代碼 或者是字 它有這個功能 譬如我要搜索這個 我這裡尋找 搜索目錄這裡 譬如我要搜索這個 結尾的這個body標籤嘛 我要搜索到哪一些文件有這個結尾的body標籤 就是 譬如我要搜索這個目錄底下的所有的那個文件的哪一個文件裡面有這個標籤的話我就點這 可以 輸入一下這個 這邊尋找目錄 這邊尋找目錄 這一串的代碼 然後 看你要找哪一個資料夾的 然後我要搜索這個source的那個 admine的那個cb 目錄裡面的那個文件全找 很方便 它就會找出 這個文件 跟這四個文件裡面 有這個 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串代碼 這個標籤 然後 找到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啟這 這些文件去對 這些標籤做一些 修改 這樣子 很方便的 一個很棒的功能 然後 你 像有一些文字取代的部分 就是全 譬如你要把一些 譬如我要把 這個 我這邊 弄個範例 取代的功能 譬如我要把 NTP 取代成 NAP 全部取代 取代 這裡有一個 全部取代 看一下 這邊 它就會 這也是一個很棒的功能 因為有時候 你在 編寫的那個 程式的話 你要把某一個東西 某一個參數或變數 全部改 全部改 就是 命名的話 或是 某一段 代碼 全部改成 那個 另一個 代碼的話 這樣子 就可以 這樣用 全部取代 按 如果你有錯誤 你編輯到什麼 錯誤啊 什麼的 你可以用這個 返回到上一步 這邊有一個 返回上一步 復原 然後這是 下一步 這樣子 這個也是 編輯的時候 你可以 譬如你 不小心按到 Enter啊 或是你全選之後 不小心按到什麼東西 欸 Enter 啊這一段 你的代碼怎麼不見了 啊 你這個 啊 你用記事本啊 的話 你就沒 你就要重打 啊 你用這個 Node配價這樣 你就直接按 復原 就OK了 復原之後 再 存檔就OK了 嗯 算是一個還不錯的 就是這套還不錯啊 的功能 然後再來就是 最後我有寫一個這個 欸 嗯 很多人不 就是一些 那個 網頁新手 可能就不太知道 他以為用這個 隨便的 文件編輯啊 然後 存檔 這樣就OK了 或者是修改某段 網頁代碼 像記事本啊 修 即用記事本 開這個 然後存成UTF8 就OK了 但是他那個 這樣是不行的 因為這個 那些 存檔啊 會喊到一個 BOM表現 BOM就是有一段 在開頭 或他會在這個 文件的開頭 看不到啊 會加那個 加一段那個 就是這以前 就是用來判斷這個 是不是UTF8 文件 他會去加一個那個 一個 判斷標籤 看不到 啊但是你這個 網頁代碼 像PHP 網頁代碼 程式 他會去讀到那個 標籤 就會造成前面 會有一段 空白的錯誤 或者是 呃 什麼 你 你的那個 開頭已經有 資源輸出了 就會報這段 錯誤 啊所以我們 就是必須要用這套 來編寫 還用這套來編寫之後 這個 存檔 然後把它轉成這個 轉 把這個 現在新文件啊 現在這套的新文件 它是一開啟 就是用這個 那個 UTF8 沒有 BOM表現了 它這一套 所以你用這套編寫 它你預設開啟 就是這個 它這個是在這邊設定的 空記有一個頁面 設定你開啟的那個 這邊有一個 開啟新文件的設定 就是這個 UTF8 5BOM標籤 所以你一開啟就是用這個 所以你可以用這套編寫 啊 它可能不知道 啊 我這邊看一下那個 有 那個 你用這個 UTF8格式 它會含像這個文件 我如果用這個存檔 它會含到一個 那個BOM表現 這樣的話 用那個PHP層次可能會爆你 前面已經有東西速度 然後會多一個空白 那個文件錯誤啊 的代碼錯誤 啊所以我們就要把它轉成 這邊這邊 擋手5BOM表現 用這個來編寫 稍微注意一下 看一下右下這裡 必須要是這一段 就是沒有BOM標籤 啊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可以這邊 當然你可以也可以自己轉 編碼 轉換成UTF8 擋手5BOM 這樣子 啊 那個網頁程式啊 就是你統一用這樣子 UTF8 不按BOM表現來編寫 就沒有錯 好 那麼那個 其實這個 看這個圖文說明是夠啊 只是說我加這一篇 視頻教學的話 加上我那個 這邊 的範例解說 就是 讓大家有個 印象這樣子 就你在使用一下 你就是 欸 這個我好像以前 在哪裡看過 或者是 有看別人用過 這樣有個印象就可以了 好 就是 我的一些新的分享 就 就是 到這邊 那麼 這一段視頻解說 嗯 這一段 那個 NotePad++ 文字編輯軟體的 視頻教學 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收看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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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